这一点是我觉得是勇气可嘉的 那回到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观众原来 大家的印象都觉得说 有作秀的感觉 那这一点的问题就很大了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媒体的错 媒体你登写什么新闻 你媒体登写什么 我之前我写一个 我写一个专栏叫做国会写生 所以我也很注意 你的这个新闻怎么样写 我曾经做过你的分析 就是说我们今天 我们昨天晚上 讲了多少个课题 那么你媒体 做了什么样的报道 那你觉得说像一种 所谓一些不当的言论 像上次闹的这些 所谓的什么青蛙啦 什么一样的言论 这种媒体不应该报道吗 不是不是 我觉得说应该比较有 全面性的报道 比如说媒体可以说 今天国会辩论什么东西 多少个议员 是谁什么议员 辩论了什么东西 那么比较前面 他们讲了什么东西 那你觉得他们是想 把所有的讨论内容 比较 不是 就是他比较重点在那里 他这个人 他今天周天讲的话 重点在那里 而不是他们 现在的 我觉得不同的媒体 有不同的选择 因为你不同的对象 所以肯定 英文报所注重的东西 肯定跟华文报不同 跟马来文报不同 所以你要看所有的报纸 你才能够看到 国会里面比较前面的东西 所以或许直播全程 大家就可以看清楚了 对对所以应该直播全程 即使现在 直播全程就很麻烦 每个人抢着作秀怎么办呢 没有 这个是你作秀 人家看着你作秀嘛 嗯 所以我是这样 我自己本身有一个经验 刚才是在国会里面 我们讨论是经济的课题 老实讲 有几个记者来 问我讲 刚才你 你讲什么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所以就证明了 有可能他们 是一个好的一般的记者们 他们就是有心 要听那国会员讲什么 或有可能他们 不能掌握 他们一种课题的话 有可能他们 又用点时间去明白一下去了解 才可以 所以我希望媒体也是这样 我相信很多的课题 这非常重要的 不过他们一定有点时间 跟时间他们去了解 虽然我们有议会常规 不过进入广告之前 再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来回应这个部分 我看媒体的确是扮演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而且这一季308之后呢 媒体都很认真 都很严肃的去报道 国会的新闻 但是 比起每一家报馆 大概是只能派到 四到五个记者而已 OK 然后你再看而已 有222个国会议员 扣除 可能四分之一的国会议员 没有出息的话 那么我们真的是 就算我们有三头六臂的话 我们也无法做到详尽报导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据实报导 然后根据新闻性 跟根据这个 主次的重要性 所以我的总结就是 你在报道上看到的不是前面的 是片面的 所以从国会议的纪律问题 突然间的话锋一转 媒体的素质问题 也引起了这个争议 那到底呢 这个国会不该如何加强呢 以让我们的国会能够走向一流 走向世界级的国会水准呢 广告回来 我们的刘先生的电话 刘先生你怎么说 你好 是 因为我是建议 关于那个议长的事情 跟你讲 因为这个议长就是 关于像我们的过正的天平 因为这个天平就是 应该是5050吧 是 所以千岁 我们的议长 如果是 如果是 比隆主过正的 党员来讲 那个变成5545 变成这个东西 所以刘先生意思就是 要像天资一样 公平不偏向任何一方 谢谢刘先生 好 现在我们有同样来自 萨拉越的黄先生 黄先生 来我们时间有限 请快说 黄先生 是 有时人 今天晚上 大家好 我有个建议 不管你什么 哪一 哪一场的 那个议长都好 只要 我们的 议员 议员代表来讲 他的建议 对国家 这个民有广大的利益的话 都应可以接受 是 所以全民的利益 应该作为 唯一的标准 谢谢你 好 那我想时间有限了 刚才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下 我们谈说 这个国会 国会议员纪律 基本上呢 要怎么样去 其实 YB是不觉得有纪律问题 而且就回到说 如果大家 依循 议会常规 而议长又能够 依法 行事 公正 不偏不宜的话呢 就没什么问题了 那最后的几分钟时间 大家简短讲一下 比如说 万五十八成 你在国会里面嘻嘻哈哈 讲我很大声 也是等于零 所以那个出席率 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 记率只是其中一部分 水准要很高 对对对 而且出席率 必须要全程参与会议 可是民众要怎么去评估呢 民众大概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就回到媒体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媒体刚才好像说 也不一定听得懂 国会变这个内容 没有 媒体的一个角色是 现在媒体都有 都有这个常驻的 这个国会记者 就是这一记就是从头到尾 像一样 就是你从头到尾就常驻在国会 所以你除了了解这个议会常规 议会流程之外 你也跟各党派的这个朝野议员 有这个联系 所以你做起工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但是我提到那个这个出席率 我个人是非常强调这个出席率 出席率并不只是早上你签到 然后下午休会的时候 你就回家 拜拜 现在有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有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注意这个报章上的话 他们都会有三个时间 就是早上休会 中午休会 以及这个傍晚休会的人数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差别 是一直在跌 所以问答环节最多出现的 最多人出现 对对对 是好 那外面觉得说 最继续改变的是哪 改革的是哪一个部分 我觉得是 外面的国会议员要做很多东西 你除了要来国会 你还要做很多那种名声服务 所以就变成了 而且名声服务 你没有助手 你一个学校的校长 你都有助手 你有club 你有书记 你有副校长 你一个线署 你也有很多人帮你做工 但是国会议员就只一个国会议员罢了 没有台湾的国会议员 立法议员 他有十个助手 我会帮他拼请的 这是你 所以我们没有 在朝在也都缺乏这个援助 所以如果是在朝的话 我相信在朝就用政府的一些 一些便利 一些一些破款的便利 来协助这个国会议员 或者是周园 我觉得如果你要提升 国会议员的那个数字的话 尤其是辩论的数字 你必须要有给他一个 一个研究员 你必须要给他这个国会选 在选期上面 你要给他有助手 是要提高国会议员水准 要提供足够资源 在永庭总结之前 我们先看今天的这个 民意调查结果 可能会让两位有点伤感的 就是你认为国会议员 在国会的表现够水准吗 百分之八十八 觉得是不够的 看起来不知道是 媒体要加油 还是国会议员要 国媒体要加油 报导更多他们正面的消息 还是国会议员要加油 把你们所有正面的信息 成为各媒体报导的 这个头条新闻 那永庭你觉得说 最继续改革的 我看见有两点 第一点是想 刚才YB也是讲 对 因为身为国会议员 我们最重要是在国会里面 批养自己的角色 最重要是想对自己 对国家 对人民 有一种自认感 比方说 假如我们要去做个变论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很多准备功夫 所以关于什么课题 因为你准备功夫做得好的话呢 那么你不会在国会里面浪费时间 那么政府官员 或者其他部门的好 他们就可以听到你讲什么 那怎么玩 那么都就这样讲 我们不要在国会里面 是吵闹罢了 最重要你们也要有一种提议 比方说 一种政治不对 我说对人民不好 对国家不好 对社会不好 我们也提出那个意见 让那些官员的好 那个部门的好 来取取马上的行动 那么第二点是 我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 那个关于那个时间 我是很赞同 假如我们现在有222位的国会议员 我们应该 对像其他种发达国家的这样 最少有150天或160天的国会的应该比较好 嗯嗯 不过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太强调说太吵闹 但你其实吵闹如果说 还是能够带出一些实质内容的话 如果你的吵闹是有数字的吵闹的话 而且增加趣味 吵闹是有数字的 我们理解吵闹 没有有一些是你真的面红耳赤的时候 你真的是针对政治来变 但是在马来西亚不曾出现过 针对政治出耳赤 无论